好 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這本書第五章 第四節的最後一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要去看一個東西叫做 Heatmap of Class Activation 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類激活的熱力圖 Class Activation 事實上就是類激活 舉一個例子來講 例如說VGG16裡面我們就是把一些圖片分類成1000種 也就是說這堆圖片裡面實際上有1000種不同的類別 今天放進一張圖片之後 到底哪個類別被激活了 也就是到底這張電腦決定這張圖片是屬於哪個類別 其實就是代表說哪個類別那個神經元被激活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去看類激活的熱力圖 我們先看例子來講好了 或許就比較清楚一點 例如說這是非洲象 我們人類就覺得說它是非洲象沒錯 然後把它丟到VGG16網路去看 它事實上也說它就是非洲象 問題是神經網路西蘭的模型 到底是看到什麼東西 決定把它分類成非洲象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這個非洲象的圖片 就每一個格子都要去算一下 那它到底它的重要性是怎樣 然後最後得到了一張類似2D的圖 然後那個2D的圖 最後就長成像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原來非洲象的圖片是沒有加進去裡面這個區域 但是我們就對它裡面的每個區塊都去算一下這個區塊的重要性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原來這個區塊 事實上電腦是覺得特別重要的 它就是看到這個區塊 然後決定把這張圖片分類成非洲象 所以什麼東西叫做類激活的熱力圖 事實上類激活就是說今天這張圖片進去 它可能就激活了非洲象的代表的神經院 然後我們就想要去看一下說 那這樣的話對於一張非洲象的圖片 到底它的熱力圖長什麼樣子 也就是說這張圖片裡面到底哪些格子是比較重要的 以至於這個神經網路決定把它歸類為非洲象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所謂的類激活的熱力圖 我們就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東西其實用文字來寫的還挺繞口的 那也就是說這段文字其實你看了 你會發現作者它想要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告訴你說 我們怎麼去做出一個這樣子的類激活圖 但是後來我覺得用文字來講 好像還是非常的難懂 尤其它每一個句子裡面都有好多的修飾詞 然後那個修飾詞又特別長 例如說我們看一下最後這一段 它就說就直接解釋什麼東西叫做 叫做我們要用的這個類激活圖的技術 然後它就解釋了一次然後又解釋了第二次 然後就說我們現在要用的就是這篇文獻 然後這篇文獻的概念很簡單 事實上它就解釋了類激活圖第三次的概念 然後最後又告訴你說直接上來講 是怎樣怎樣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越看越複雜了 尤其是最後一句 你看一下這次的英文 他說直接上來講 你可以把它想成我們現在是用了什麼技巧 我們就是對後面這個東西做家權 可是它的權重是什麼 它的權重就是這一行字 然後最後你得到什麼呢 就是得到這一行字 所以這個句子真的是很差 看到最後其實我自己都覺得非常的模糊 所以我們就大概直覺來講一下 也就是說今天找我們一張非洲相的圖片 然後就進去了一個VGG16的模型 那這個模型它就是經由23層 最後的話 最後它在要進行Multima pooling之前 其實它是有一個Future Map在這個地方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它事實上就是一堆矩陣 然後就有很多層的矩陣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來先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這個結果 那事實上最後一層的時候 它就是 也就是說在做最後一次Multima pooling之前 其實它是一個14乘14的矩陣 然後總共有512層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事實上就是一個14乘14的矩陣 但是我們又用了512個濾鏡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之前都講過說 其實每一個Channel它都是試圖在抓住某些的幾何圖形 那當然現在已經到這麼後面的層次了 其實它就是試圖抓住上一層所學習到的一些東西 那個東西可能又越來越具體 例如說可能越來越像貓的耳朵 或者是羽毛等等 但是不管怎樣 每一個Channel其實它就是想要去辨識 辨識可能的某一種物體 所以今天假如說我們丟進一張非洲象的圖片 進去的話 那它到底是為什麼電腦會把它決定成非洲象呢 有可能就是因為某一層的通道 就是某一層的Channel 那它抓住了某個非洲象的特徵 它抓住了沒有非洲象的特徵 所以最後電腦就決定把這張圖片 就把它歸類在非洲象 所以我們的想法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說今天既然這張圖片被歸類在非洲象 它一定就是歸類在某一個類別 例如說1000的類別裡面可能就是屬於第三百 編號第三百八十六的神經元 所以既然這張圖片會被歸類為非洲象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一個類別 它的公式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我們就對什麼東西做微分 我們其實就是對Channel去做微分 那這個對Channel去做微分 到底要做什麼事呢 也就是說我們想要決定一下 每一個Channel只要變動一點點 到底對於這個會被歸類為非洲象的類別的分數 有多大的影響 假如說這個數字越大的話 那就代表說其實那個Channel就越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想要把這個東西 就把它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我們就打算用這個值 對每一個Channel去做加權 所以你可以想像 假如說今天某個Channel變動一點點 對於這張輸入的圖片被歸類為非洲象 影響的分數是很大的話 那那個Channel就會被加權的比較多 那假如說全部加權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512個Channel 然後就做一下平均 換句話說最後我們就把每一個格子 然後對512個Channel做平均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張14x14的圖片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可能在這圖片裡面的某一塊 那電腦是特別重視的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把那一塊的Channel做比較大加權 所以最後就會在圖片中顯示一個對於這張圖片 為什麼會被分為非洲象的一個重要的區域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它最主要的概念 但是怎麼去求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說來有點麻煩 因為連一個Channel縮穿的也是一個矩陣 也是一個矩陣 所以今天你要對一個Channel去做偏微分 可是一個Channel其實就是一個14x14的矩陣 所以說穿的就是什麼呢 就算就是說其實真正在做的時候 我們是把一個Class就是它被分成非洲象的分數的 那事實上是對什麼 是對一個FutureMap去做微分的 那什麼東西叫FutureMap呢 FutureMap其實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14x14x512的這個東西 那換句話說這裡面的變數有14x14x512 那事實上就是這個Class的公式 那對這麼多的變數都去做偏微分 那偏微分完之後結果還是要擺成14x14x512 然後我們今天說已經對於每一個格子去做完微分之後 那我們就把同一層Channel的那些格子就把它做平均 那就可以得到今天Class對某一層的Channel去做微分的結果 所以概念上就是我們現在要對每一層的通道去做加權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算說一張圖片角被分在非洲象的類別的話 之後我們就把非洲象類別的那個分數的概念的東西 對所有的通道去做微分 那角這個值越大就代表那個通道其實是越重要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對每個通道去做加權 那越重要的通道就會被加權的比較多 可是怎麼去對每個通道去做微分 其實每個通道基本上還是一堆變數的集合 所以正在做的時候還是一樣是把某個類別 例如說非洲象的類別 對所有的例如說最後一層這個Future Map 所有的變數去做偏微分 然後做完偏微分之後 我們就每一個Channel裡面14乘14的格子 微分的值就把它平均起來 就可以得到類似某個類別對某個通道做微分的結果 然後我們再把所有的通道加權 依照我們剛剛算出來的這個微分的值去做加權完之後 然後最後我們想變成一張14乘14的圖片 所以我們就每一個格子再對512個圈去做平均 那最後就會得到一張14乘14的圖片 那假如說真的重要的非洲象的特徵那個通道 被加權比較重的話 所以我們最後得到14乘14的結果 一定就會有某個區塊 那它的數值是比較大的 那或許就可以把它想成說 其實電腦它就是看到了這個東西 決定把這張圖片變成非洲象的 好那我知道其實這樣子講 那還是有點難以理解 所以要去理解一個新的事情的話 不外乎有三種狀況 你假如說你對文字的敏感度比較熟悉的話 那就看文字嘛 那假如說你對人家解釋那種語言的接受 比較熟悉的話就聽人家解釋 那假如說你對數學比較敏感 或者是你對程式比較敏感的話 那就去看程式 那或許就比較容易理解 那當初我看這一段其實我英文看了一下 那也是看不太懂 然後圖片看了一下或許有點懂 然後最後看一下程式說我終於了解了 所以我是這麼去理解的 所以我們就首先先把這個VGG16 就把它給抓進來 那抓進來之後 我在想要不要跑給大家看 其實這跑起來應該是很快的 但是我現在比較害怕的是 因為這整個工作表是針對5.4節去講 5.4節總共有三個小部分 然後有時候我們在import一些套件的時候 可能在之前就已經把它引進來了 所以我們假如從頭一直做到尾的話 是不會出問題的 但是我假如說現在只是要做 這一個檔案裡面的第幾部分的話 那可能它需要用到某些套件 它那個套件其實是在 可能我們在講這一小節第一部分有引進來過 所以假如說我從頭到尾執行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現在去執行第三部分的話 那它還是會跑不出來 它告訴你說你忘了引進什麼套件 那這個是很常見的狀況 很常見的狀況 所以就像我現在執行這一行 它就告訴我說KClear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我並沒有引進K這個東西 K這個套件 那K這個套件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很前面很前面的地方 是在這裡 Francara import back end K這個地方 所以我記得我在聽那個 吳文達的影片的時候 它在某一個部分結束的時候 也曾經與眾欣賞的跟大家講說 當你要去執行程式的時候 你搞今天一個工作給notebook拿過來 那你只是要從某個地方開始執行的話 那你要確信其實你會用到的套件 之前你都必須要先執行過 或者你貿然的從一個檔案中間開始去執行 常常會說你忘了引進什麼 你忘了引進什麼 就像我剛剛做的一樣 好吧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就乾脆最後一次給你看 就知道我會碰到什麼困難了 好所以我們就引進了VGG16這個整個模型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說 我們現在連它最後的那些層 都把它給弄進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模型它是對 200萬張的圖片去做分類 那裡面總共有一千種類別 那可能是動物可能是植物等等 因為我們現在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一張圖片會被歸類為被周向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模型的最後一層 也就是它每張圖片去點燃 這一千個神經元的某個神經元 至少那層一定要拿進來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所有的模型 都把它給引進來了 好那引進來之後 當然第一個動作就是我先把這個Model 看一看看它長成什麼樣子 結果我們之前看過了 事實上就是一個很龐大的模型 它必須要去估計一億三千八百多萬個參數 但是我們之前也講過說 事實上大部分的參數都是後面它那個分類器在估計的 那我們之前只有用它前面的卷機機而已 就是Composition Base而已 事實上只要有1400多個參數 這個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好所以這個作者就決定去拿一張非洲象的圖片 來看看喔 那你可能就會說 那你假如看我這個圖片 你假如看我這個影片的話 哪裡去找非洲象的圖片呢 那我去看一下這個作者呢 那城市的網頁似乎也沒有這張非洲象的圖片 那怎麼辦呢 那假如說你沒有這張非洲象的圖片的話 你就不能夠被我手把手的教導了 所以那我們就想看看吧 我們就試的拿到這本書的出版社 所以就是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 就按下去 那假如說你的Google找不到的話 你就再多打一個出版社的名稱 叫M-A-N-N-I-N-G 按下去 好那這個出版社呢 其實這本書呢 我之前說幾乎大部分都可以看了 但是我發現呢 後來發現其實只有前幾張是可以看的 後面幾張好像要註冊 那當然呢 我每天第一次登錄的時候呢 還是有免費可以看某些部分的權利啦 所以我現在要非常的仔細按 不要按錯了 等下告訴我說不能看了 好所以我們現在講到第五張 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而且是4.3 那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那就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非洲象的圖片 非洲象的圖片 然後我們就把它弄進來看看 發現 哇 他已經跟我說不能 你也被看了 不過我已經找到非洲象的圖片了 所以非洲象的圖片在這個地方 你就把它按右鍵 然後按另存圖片就可以了 然後按另存圖片之後呢 到底要放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放在一個downloads裡面 要放在什麼地方 我看一下 就是你要把它放在 放在 downloads裡面的圖片下面 好所以事實上連我自己都還沒放好 因此我也是 要從頭做給你看的話 我也是必須要下載這張圖片 然後呢 這張圖片的名稱 你就把它改成叫做Creative 然後下斜線 我把它拉進來好了 就是Creative 然後下底線Commons 下底線Elephant 那你一定要呢 放在 放在 downloads下面的路徑 所以呢 你必須要放在我們之前那個貓跟狗 所見的 所放的那個downloads檔案夾下面 那這樣的話呢 路徑才會對 好所以呢 你就先到出版社那邊去把這張圖片下載下來 然後名字改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放在我們這個章節呢 一直以來講的呢 所有的圖片都放在downloads下面的這個路徑 那這樣子才能夠做 它能夠做 那假如說你直接下載作者的程式呢 其實這樣是不能做的 因為它自己有它自己的路徑 所以路徑一定要設好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 解架費周向的圖片 那我們有圖片 就必須要把它變成是 數字電腦才可以讀嘛 才可以讀啊 所以我們看到底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就放Keras 然後點preprocessing import image 那這個其實都還蠻標準化的動作 就是如何把這張圖片變成數字 所以首先呢 你把該弄進來的套件全部弄進來之後 然後呢就跟電腦講說 你這張圖片的路徑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那像我剛剛就是放在downloads 然後creative command elephant 這下面嘛 但是呢程式要放在哪裡呢 你程式事實上是要放在跟downloads一樣的那個答案夾下面 那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寫相對的路徑 就不需要寫希望號這樣子一直從頭寫到完 好然後呢接下來就都是很標準化的事情 我們就說好這個圖片呢 錄進來這個地方 而且呢 大小我們想把它變成是怎樣的大小 那因為這張圖片呢 不一定是224x224的 但是呢VGG16呢 當初它在建立的時候 它就是用一個224x224x3的圖片 然後開始下去跑的 所以既然我們現在呢 要把VGG16的模型呢從頭跑到尾 我們當然呢就必須要把我們的圖片呢 也把它resize變成224x224x3 好所以呢我們就說target size呢 要把它變成這樣 好然後呢就image.load image呢 就是把這個圖片呢就把它load進來 好那圖片load進來之後呢 要把圖片變成數字呢 就是用image.image2array 所以圖片就變成是數字了 但是呢 這張圖片這樣被我們弄出來 其實它只有三維的張量 可是呢 要做CNN的模型的時候 那事實上都是要丟進四維張量的這個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例如說 你假如忘記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每一層的op shape 其實都是一個四維的張量 那當然呢 編號裡的內維其實就是講 你現在到底有幾個sample size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一張圖片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加個軸 也就是編號0那個軸 然後把它變成1 所以我們就必須用一個東西叫做np 然後點expand dimension 然後我們就把X X就是我們現在這張圖片所變成的那些數字 然後我們就說這堆數字前面 還要加上一個編號0的軸 好那這樣弄下去的話 真的 我們就把它出來的結果叫做X 所以X其實就已經變成一個四維的張量 好那最後呢 通常程式都還有最後這一行 就是什麼X 然後前面還要經過一個pre-practicing input 然後最後才把它叫做X 那我在初期在學這東西的時候 我看了很多程式好像最後都會加進這一行 但是幾乎沒有人跟我說這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反正就是要寫這個東西就對了 好所以我就看這本書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說這個東西是在做channelized color normalization 但是其實有時候看了那個英文 你還是不曉得他在做什麼 好所以這次因為要錄影 我就真的決定 我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 這一行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就到Google裡面去打那個什麼Keras application 然後pre-practicing input 我就真的把它查了一下 好所以就找到了這樣的一個頁面 所以你可以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例如說你就把這個標題打進去找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原來Keras裡面給你的一些人家訓練好的模型 那他的Data Format到底都長成什麼樣子 然後他的MOD到底是長成怎樣 那例如說VGG16 那他的MOD就是CAFFE 就是可貝 然後他的那個Data Format 事實上是channel在前面 事實上有時候可以支援channel在前面 或支援channel在後面 但是他到底在做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我們剛剛看到的什麼東西 channelwise normalization 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就把它往下移 然後他就說原來圖片 預處理在Keras有三種模式 那D種模式你假如是CAFFE的話 他就說原來你是把一張圖片 RGB變成BGR 然後變成BGR之後 就每一個channel就減掉BGR的平均數 那這個平均數他都已經幫你算好了 所以我終於了解了 原來在加進這行程式的時候 縮穿的就是什麼呢 縮穿的就是把三個channel 就是RGB把它變成BGR 然後變完BGR之後 每一個channel再分別減掉這些數 減掉BGR的平均數 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去把這個 還沒有轉換之前的X的數據弄出來 然後再經過preprocess input 這個東西做之後的X弄出來 然後就發現果然沒有錯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channelwise color normalization 縮穿的就是把原來的X RGB變成BGR 然後變完之後 每一個channel各減掉平均數 所以到此我終於了解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這就是這本書作者所講的 Channelwise color normalization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 這張圖片丟進去 他會預測這張圖片是什麼東西 那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把這個VGG16 就把它命名叫做Model 那這個Model人家已經訓練完了 所以大家都回憶起說 當一個Model訓練完之後 你把一個新的資料丟進去的話 那要請他預測其實就是用Model.predict 所以我們就Model.predict 然後就把這個圖片轉成的數字 的東西就把它丟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它叫做Predx 好那這個Predx 我們就可以把它Decode 就是Decode Prediction 然後就把剛剛那個Predx 把它弄進來 好那我們就選了TOP等以上 TOP等以上就是今天電腦事實上 會預測說這張圖片可能屬於 某個類別的機率是多少 每個類別的機率是多少 那我們就說 你就把機率最高的前三個類別列出來就好了 不要再列太多 那最後這裡有個零 其實你只要看到程式 常常有個東西後面寫個零的話 其實說穿了 就是說當你覺得 其實有沒有加這個東西 都好像沒什麼差別 可是為什麼要加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有一種可能就是什麼 就是今天這個資料 事實上可能是放在一個 例如說二維的張量 可是其他所有的資料 都是放在二維的張量裡面的 第一個維度的第一個數字 事實上其他地方都沒有東西 所以你假如說你要把那個數字拿出來的話 事實上你就是把它 我剛剛按到了 事實上你就是把它取出來 那取出來的話 因為它就是在第一個維度裡面的第一個數字 所以其實你就把第一個維度的東西拿出來 事實上就是寫括號你就是了 好等一下我們可以做一下小小實驗 就知道這到底在做些什麼事 總言真的看不懂 自己就多做一些實驗吧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個互動式的介面 那就可以去叫它跑一跑事情 你就知道它到底在做什麼事 那我剛剛應該是不小心把某些東西弄掉 把一個括號弄掉了 好所以我們就發現它最後弄出來告訴你說 預測機率最高的前三個 第一個就是非洲象 機率有90.94% 然後在這個東西 應該也是一種大象吧 什麼長牙動物啊 然後機率只有8.6% 然後還有印度象機率就是0.4% 所以電腦就會說這張圖片 我就把它歸類叫做非洲象 好那看到這邊可能會有一些疑惑 例如什麼疑惑呢 例如說什麼東西叫做PREDX呢 其實它是model.predict 其實這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 就是我們把一個新的資料丟進去的話 它會去對這張圖片屬於這1000類每個類別的機率 所以你就有興趣就把它按一下吧 你就發現真的沒有錯 裡面有一千個類別 它就說這張圖片分別屬於這1000類別 這種每個類別的機率是多少 你就發現有些機率其實都是死的不死幾次 是真的很低 好然後你就看看這個predict shape是多少 你就發現它是一個二維的張量 其實二維張量從它的數字型態也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它是兩個中括號 所以實際上就是二維的張量 然後它被擺在1乘以1000的一個二維張量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個橫躺的向量 那假如說你要把這個數字抓出來的話 那實際上你就是抓編號0的RAW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裡要寫個0 事實上我們就是要把這個1乘以1000的張量裡面 我們就是要去抓前面這個張量編號0的地方 那事實上就是這堆數字 好所以假如說你今天把predict後面加個中括號0的話 你就發現其實真的抓出來了 那抓出來只剩下一個中括號了 代表說你真的把這個1乘以1000的向量裡面的編號0的那一粒的東西 就真的抓出來了 那抓出來之後它就變成一個一維張量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程式後面都會加一個0 可是好像有執行跟不執行出來的結果很像 那事實上原因都是因為它本來被存在一個比較高尾的張量裡面 那我們現在想把它抓出來 那偏偏它又是在高尾張量裡面的可能就是D0的RAW 那事實上我們就後面寫個0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然後它的維度就會下降一維 這個是一些基本的知識 然後你剛剛也會發現說那什麼東西叫做Decode Prediction 所以我們就把它打出來看看吧 所以我們就說Decode Prediction 然後就打predx 那這個程式它就會預設把前面幾率比較高的那5類就把它列出來 那當然我們剛剛是直接寫Top等於3 所以它就只會列出3類而已 但是事實上它是會把預設是會把前面5類給弄出來 好那你看它這個output顯然是一個什麼 顯然是一個二維的張量 因為它是兩個那個中光號 所以假如說你現在想把elephant這個東西抓出來的話 到底要怎麼抓 那我們這裡就很快講一下吧 其實你就想看看elephant它是位於這個二維張量的編號0的列 所以我們首先就要寫第一個中光號就是0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編號0的列就把它給抓出來 但是編號0的列應該是說我們第一個0 事實上是把它從二維張量變成一維的張量 所以就是會把這個中光號就少一個 然後這個中光號少一個之後 基本上它還是有5個列 所以我們就寫我們要抓編號0的那一列 那這時候它就會把編號0這列抓出來 然後這個非洲相是在這個列裡面的第二個分量 第一個分量是編號0第二個分量是編號1 所以你最後再寫1 就真的就可以把這個非洲相給抓出來了 那這個是一個怎麼把一個元素 從一對output裡面抓出來的一個技巧 基本上你就是把它的維度一直降下來 然後把它的位置慢慢的指定出來就可以拿出來了 好這個都是一些讓你覺得 假如你看城市看不懂的地方的話 那你就可以互動式的去抓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就想說 那到底非洲相是位於1000個類別中的編號第幾個類別 因為我們剛剛看它預測出來的1000個類別 其實你假如要用肉圓去看到底 那個90%位於哪一類實在是太累了 好所以我們就寫個說我們就把pieds0 事實上就是pied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把它降一個維度 好所以它就變成是個array的形式 然後我們就把這1000個數字 我們就用一個叫做np.argmax 也就是這1000個數字 我們就找最大那個數字到底位於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原來它就是位於在編號第386尾的那個地方 好所以我們今天假如寫pieds0 那就是把所有那1000個數字抓出來 然後我們說這1000個數字 我們要去抓編號396的那個數字是多少 那事實上就是得到0.9094207 它只是被歸類為編號386類類別的幾率 那事實上就是90% 那說穿的就是在這1000個數字裡面 它去找編號386那個數字 然後把那個數字傳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電它預測這張圖片 是非洲相的幾率就是90.94%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就真的要去把一個outcome 也就是說現在這張非洲相機 既然被歸類在編號386尾 所以我們就把被歸類為編號386尾 但是你可以把想成它一定就是input進去 經過很多個計算之後 最後終於連到編號386的那個神經元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想要對所有的channel去做微分 而且我們現在抓出來的就是這個VG16 在最後一次Massima pooling之前的那一層 事實上就是第五個block的第三個層 第五個block第三個層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決定做這件事情了 好所以我們就把model.output 也就是這個VG16最後輸出層的那一層 我們就說我們要把編號386那個東西 就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我們就令它就是非洲相的output 那你可能就會說為什麼這個model.output要這樣子寫 那假如說你不懂的話那其實也很簡單 你就到下面呢就打個model.output 然後呢去把它執行看看 你就發現說原來它是一個二維的張量 它是一個二維的張量 那前面這個東西呢當然就是什麼 當然就是那個sample size 所以後面呢就是這1000個類別 那因此呢我們這邊為什麼前面就不寫 那因為前面代表是你是第幾個sample 那所以呢我們就對所有sample都要這麼做 然後呢後面我們就是要把位於編號386的那個output 把它抓出來 好所以為什麼要這麼寫 原因就是因為model.output 它是一個二維的張量 所以你真的就是必須要這麼寫 好然後呢我們就說我們要把block5的第三個卷機層弄出來 所以我們就用model.getLayer 然後就把這個層的名稱弄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它命名叫做最後的convolutionLayer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是要去做微分了 那做微分呢其實就是用一個k點軌點 好所以呢我們就把我們的output呢 然後對最後一層的東西全部都做微分 那什麼東西叫做最後一層的東西 最後一層的東西呢 其實呢它的output就是14乘14乘512 也就是說呢它是一個14乘14的矩正 但是呢總共有512個channel 512個濾鏡或512個通道 好所以呢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要把這個output 就是現在被編號成386的output的東西 對 channel去做微分嘛 就是對這512乘的每層去做微分 但是事實上呢每一層還是一樣是14乘14的變數啊 所以呢我們就乾脆呢先把最後的這個classoutput 對所有的future map也就是對這一層的future map 換句話說就是對14乘14乘511的參數呢 然後呢全部都做偏微分 而且全部做完偏微分完之後 還是要擺成14乘14乘512的狀態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假如要對 channel去做微分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每一層的數字全部把它求平均就好了 就得到好像是在對每一層去做偏微分的概念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它到底怎麼做的 好現在它現在要去做微分了 因此呢它就把這個output的編號 然後386東西對最後一層所有 14乘14乘512個參數都去做偏微分 那你會說為什麼後面要多一個0呢 那是因為呢微分出來的東西 它一定是被放在一個比較高尾的張量 但是呢其實它所有的資訊呢 都是在第一個就是在編號0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寫個0把這個東西給萃取出來 那你假如不相信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把這個grade.shape弄出來看看 那因為呢我們說過 其實呢我們現在是output對 對所有14乘14乘512的變數去做微分 而且微分完之後還是要擺成14乘14乘512的狀況 所以呢它一定是一個什麼 它一定是一個14乘14乘512的一個shape 但是呢其實這整個shape呢 你假如打它的長度的話 那實際上它長度還是1啦 所以呢我們就這邊要弄0 把它整個的資料就把它給抓出來 好所以呢你就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呢其實這個output呢 已經對14乘14乘512的參數 全部做完偏微分了 而且做完偏微分之後 還是擺成這樣子的立體圖形 好所以呢我們現在假如說 要去求我們原始想要的 最後的output對Channel做微分 那Channel事實上就是 有點像千層派裡面的 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 那我們就乾脆呢每一層裡面呢 把那14乘14也就是196個數字 也就是T度的值呢 全部就把它求平均吧 好所以呢我們就定義一個東西叫做Pool Grade 那K點命呢其實就是對一個張量裡面的東西 全部去做平均喔 那因為Channel呢事實上它是最後一個軸 它事實上是編號第三個軸 所以那我們現在呢 假如說要對每個Channel裡面的數字 去做平均的話 事實上就是對第0個軸 對第1個軸 對第2個軸 所有的數字全部加總起來 除以個數 那這樣的話呢 事實上就是去得到每一層 那些提督數字的平均喔 也就是說假如現在呢它是一個 四維的張量 可是呢我們現在要對最後的軸的每一個數字 都去求它的平均數的話 那事實上就是對前面三個軸呢 都去做平均 也就是說對每個軸來講呢 那對每個軸 對最後那個軸的每一層來講 那我們都是要對那一層前面的三個軸去做平均 其實廢話來講就是呢 我們這裡有512層 那每一層呢都是14乘14的196個數字 每個數字呢都是這個output 對這196個變數微分的結果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把這196的數字呢 就加總球平均就對 就得到了這一層的一個T度的平均數 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它就把它叫做是 Klass對Channel微分的結果 也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對每一個Channel去做加權的權重 那你可以想像 假如說這個Channel真的抓到非洲巷的某些特徵的話 那一層的權重應該要特別高 白話來講就是它這個值特別大 更白話來講就是呢 這個Channel裡面的東西動了一下呢 其實對它會不會是非洲巷的影響分數就很大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這整個東西 去變成一個函數吧 所以呢 Input其實就是一張圖片 那我們希望呢突出兩個output 一個就是每一個層 就是每個Channel它的平均的T度數值 然後呢我們也希望呢去突出一個 最後一層的那個output 也就是14乘14乘512的那些數字 我們希望突出這兩個事情 好所以我們就說今天呢把這整個東西叫做Iterate 所以Iterate呢我們叫丟進X進去 X是什麼 X事實上就是剛剛那張非洲巷圖 圖片被我們變成數字的結果嘛 好所以呢我們已經把圖片相量化了 然後就丟進這個Iterate的函數裡面 然後呢這個函數呢它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看見input了 我必須要突出兩個output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output 一個叫做什麼呢 一個叫做pool grade value 事實上就是呢 每一個Channel的196個T度的平均值 然後呢還要突出一個東西就是 就是今天最後的MASMA pooling前面的那一層 也就是第五個block的第三個 Commolution的這個Future Map 那這個東西也是整個都要突出來了 都要得到結果 那這個事實上我們剛剛已經把它命名叫做 Commolution Layer Output Value 事實上是我們把它命名這樣子 就是我們把這個東西命名成 Convolution Layer Output Value 然後Laste Convolution Layer Output 我們剛剛已經有定義過了 已經有定義過了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決定把這個圖片丟進去 然後就突出兩個事情 好然後呢我們最重要要做什麼 不要忘記我們事實上是呢 想要把最後一個卷积層所得到這個結果 然後呢我們想要對它每一層去做加權 那每一層其實就是一個通道嘛 一個Channel 我們想要對每一層去做加權 加權的數字權重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層對於Class的影響程度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想要把這個Output的每一層 都乘以那一層所得到的平均的T度數字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它這怎麼做 它是說呢我們就寫個回圈吧 然後呢這個回圈就是從0到511 那因為呢我們現在有512層嘛 所以每一層都要做這件事情 好所以它說呢 Convolution Layer Output Value呢 我們就拿最後一個軸把它變成I 那你知道最後一個軸其實就是 代表Channel的那個軸 好所以我們I.0的話呢 事實上就是編號0的那個Channel 也就是第一層喔 然後第一層的數字呢 就全部要等於它自己乘以第一層的平均T度 平均T度 好所以呢這個東西做完之後 那事實上呢我們就已經把 最後一個卷移層的Output 也就是這個小立體圖形的每一層都成了一個 成了一個數字 而那個數字呢其實就是那一層對這張圖片 被歸類為非洲巷的這個T度 的T度 就是196個T度的平均 好那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終於快做結束了 好那我們說呢 今天我們已經把這512層每一層都做 都做都成一個東西了 然後做得到結果還是14層14層512 但是最終我們想要做一個熱力圖 那這個熱力圖是一個2D的圖形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有512層 所以我們就每一個像素 14乘14裡面的每個像素 就對這所有的512層去做平均 好所以我們這邊就寫說 那一個東西叫做N 藍牌點命 然後把我們最後那立體圖形 對最後一個軸去做平均 那這個軸寫-1 事實上就是對這個軸去做平均 可是為什麼要寫-1呢 那其實這只是一個習慣性的寫法 因為我們知道-1就是從後面數過來的第一個數字 那因為這個東西現在是四位張量 所以四位張量裡面 事實上它的shape有四個數字 那我們假如對最後一個軸 也就是對最後一個數字去做平均的話 通常習慣就會寫軸就是等於-1 那事實上你這邊寫軸等於3也是可以的 都是同樣的意思 只是有時候寫-1好像比較好數一點 好所以下面這個就是 你只要想不通前面那段程式的話 就是做一些數字的話 讓你具體一點 例如說model input 我們現在丟進去的就是220x220x3 所以這是一個張量沒什麼問題 那model output 那因為這整個VGG16 最後一層是分類1000種 就是把圖片做1000種分類 那這分類它是擺成二維的張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這個output 要把第380個編號抓出來的時候 要這樣子寫的原因 要這樣子寫的原因 那假如說鬼人敵人 事實上就是對每個變數去做偏微分之後 最後還是要擺成原來那個立體的圖案 但是這一堆數字其實它的長度只有1而已 所以你假如說你要把那些數字拿出來的話 就是通常呢求了K點鬼點之後呢 我們還要寫一個0才能把那個數字給抓出來 好然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LessConvolutionLayer.Output 其實就是這個立體圖方塊 然後你可以去說 好吧我要去抓D0的出來 那抓D0的出來 事實上就是抓D0的Sample的這個圖形出來 因為現在它是一個四圍張量 然後D0的編號事實上 D0的走事實上就是代表它是D幾個Sample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就一個Sample 所以其實縮穿的就是這個立體的圖形 所以你看它果然是14乘14乘512 好然後呢我們假如把T度做平均的話 這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們剛剛講過的就是 我們就把每一層的196個T度的數字呢 就算平均 那因為我們有512乘 所以最後得出來呢 也是一個512微的張量 好那HeatMap呢 是什麼呢 HeatMap事實上就是最後這個變數 那這變數我們在幹嘛 我們事實上呢 就是想把512乘變成一層嘛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512乘每一層呢 都是一個14乘14的矩陣 然後每一個像素呢 我們就針對它的512乘的數字 加重起來做平均 所以最後得出來的結果呢 事實上就是一個14乘14的矩陣 同時呢 它的維度 事實上也應該就是14乘14 好所以這些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坐在這裡呢 就差不多快結束了 好所以我們都看呢 因為你這樣子做之後 難保不能保證呢 這個Keep就是這196的數字呢 有些數字是小於0的 但是呢我們假如說要把它變成是一張圖片 可以看的話 你都知道那個數字要變成0到255嘛 那假如說你把它標準化就變成0到1 是不允許有負的值出現的啦 所以我們就說好吧 在KeepMap的196個數字呢 我們就去做一個max碼 這些數字和0去比 也就是說呢 現在這196個數字 假如有些數字是小於0的話 那就讓它變成0好了 好所以呢做完之後呢 這196的數字終於都變成是正的數 那我們現在呢想把它壓縮到0到1之間 所以呢我們就把它除以這196個數裡面最大的值喔 那這樣的話呢 這些是196個數字 也就是熱力圖裡面的196個數字呢 它就全部都是在0到1之間 那我們就把它畫出來看一看吧 我們就把它畫出來看一看 那你就發現了 我這個畫圖程式又沒有input進來喔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我們講第二個例子的時候呢 應該是有input的這個畫圖程式啦 畫圖程式喔 這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你假如拿一個很長很長的程式來講的話 那其實有些東西你在之前就已經有引進了 那就是在這個值一方喔 就是input的 metplotlib.pyplot 那這樣子我現在怎麼辦呢 我就開個新的東西 把這個呢 就把它給複製過來 然後就把它執行一下就是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後面去做 你曉不曉得我剛才做什麼話 只要你以後再講解程式給人家聽的時候 就發現你會常常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就發現其實呢 經過我們對512層呢 然後每一層的數字都把它 成一個權重之後 然後最後把它平均起來 我們就發現其實呢 有某些地方呢是特別的重要的 換句話說有某一層呢 它是抓到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那一層呢 我們又給它特別高的權重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有去算 非洲巷那個類別 對於每一層的微分嘛 那假如說有一層呢 真的就是抓到非洲巷的特徵的話 則這個 類似要被呈的這個權重數字都特別的大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假如把這512層全部 都把它合成成一張 14x14的圖片的話 那真的呢就會出現說 其實某個圈它就抓到中間 然後它又被呈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所以最後呢 合成起來的14x14的圖就會發現 中間這個地方 事實上是這個電腦呢 覺得最重要的特徵喔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就很想把這張圖 跟非洲巷的這一張圖呢 就兩個把它合成起來 看看說到底電腦看見了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好所以下面呢我們就要做 把兩張圖合成起來的事情 那這裡呢就是要去 import一個東西 叫做 叫做 open CV 所以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在 在anaconda裡面也是沒有的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去灌 你必須要自己去灌 那要灌什麼呢 你就到這個命令提示資源下面 然後就把它退出 然後退出之後呢 你就 import一個東西叫做 就是要install open CV 你要conda install open CV 那這樣的話呢 才會有這個套件可以使用 那不然它在anaconda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你假如沒有灌的話 就請你出去灌一灌 然後再回來再重新執行這段程式吧 那假設已經灌完之後呢 我們就import CV2 就是剛剛那open CV裡面的一個套件 好所以呢 cv2.image read 那我們就把這個路徑 就把它引進來 就是把非洲相 就把它引進來 因為image pass是什麼 是我們剛剛呢 對於非洲相的路徑 好所以呢 我們就把非洲相的路徑 弄進來之後 然後呢 丟給cv2去讀 讀出來的結果 就怕叫做img 所以你就想想看 img其實就是我們原來的非洲相 只是現在呢 可以被open CV這個套件給讀取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想要把這個熱力圖 弄得跟非洲相一樣大 這樣你兩張圖才可以重疊啊 好所以呢我們就說 我們用一個cv2 resize 然後我們就把heatmap呢 要變成後面這個事情 你看後面這個事情 你可能又會有點吃驚了 就是說 為什麼 我們要把它變成某個大小 結果 編號0的軸 卻又是在寫x軸 然後呢 編號1的軸 卻又是在寫y軸 也就是說呢 通常我們在python裡面呢 你假如只有二維的話 其實y軸是第0的軸 然後x軸是第1個軸 這是在python裡面 我們習慣的用法 但是很好玩的就是呢 你假如是要把這個圖形呢 變成是幾英寸 或者是呢 嗯 要指定他多少大小畫 那很多的這種畫圖 在指定 圖的大小時候呢 他卻是要求 你先呢 講他有多寬 再講他有多高 換句話說呢 我們就必須要把原來可以做像呢 編號1的軸先位給他 然後呢 編號0的軸呢 再依須的位給他 就剛好是倒過來 所以你假如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google裡面查cv2 resize 他真的就告訴你說 你要先講 我現在圖片是多寬 那也就是呢 我們python裡面的 X軸 換句話說事實上是 第二個X軸 然後呢 你要講呢 這張圖片多高 那多高呢 反而是在python裡面呢 編號0的軸 也就是第一個軸 所以這剛好倒過來 就很詭異 就剛好倒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們要跟這個圖片講他多寬 我們用的是 原來非洲象shape的第二個數字 也就是編號1的數字 然後呢 我們要講說 要把這個熱力圖變成多高 那事實上呢 我們用的是非洲象的D0個軸的數字 也就是 編號0的軸也就是D0個軸 編號0的軸也就是第一個軸的數字 說穿的就是非洲象到底有多高的意思 所以呢 經過這樣子弄完之後 我們終於 這個HeatMap的大小 已經跟非洲象是一樣大的 然後呢 我們就 剛剛HeatMap裡面的數字 全部都是被我們要求在0到1之間 但是你假如說要視覺化的話 那必須要把它變成是0到255 所以我們就把HeatMap裡面的數字 全部乘以255 然後呢 全部把它變成是大位整數的形態 好 所以HeatMap呢 已經變成一個彩色的可以視覺的東西 而且它的大小跟非洲象一樣大 但是呢 我們希望呢 給HeatMap加上一些色彩 所以呢 就用CV2 然後Apply Color Map 然後呢 我們就用後面的這個Color 那我之前的前一部影片已經告訴你說 我通常對於這種Color 顏色就覺得好像有點智障一樣 因為我覺得 好像什麼樣的顏色看起來都很像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去看一下CV2.Color Map Jet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顏色 你就說 哦 原來它就是這種 藍色黃色紅色這一個 那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這個作者 他知道選這個顏色呢 他為什麼不去選其他顏色 其他顏色看起來也很像啊 例如說 你假如選一個彩虹的 我就覺得這個彩虹的跟這個噴射機的 其實這蠻像的啊 為什麼他就知道要選這個呢 那他可能試過覺得這個視覺化效果特別好 但是對於顏色這種東西 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多說些什麼 總而言之呢 我們現在就是把 熱力圖呢 就加上一些顏色 我們就決定用這個代碼的顏色 然後呢 用CV2.ApplyColorMap 然後弄完之後 這張熱力圖 我們名稱還是把它叫做是Hitmap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要把兩張圖合在一起 我們就把Hitmap乘以0.4 再加上原來這個周向的圖 然後呢 合起來的圖形就叫做SuperImpulseImage 然後呢 我們就決定把這個Image 變成一張圖片 存在的硬碟裡面 所以我們就用CV2.ImageWrite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檔案呢 變成一張圖片 然後存在這個路徑下面 然後這個路徑下面呢 這張圖片的名稱 我們就把它取名叫做Elephant 然後底線CAM.JPG 好 所以就按下去之後 那它就會開始去製作製作 就真的做出了一張這樣子的圖片出來了 而且呢 你可以到你的檔案夾下面去看 真的就是有一張這麼可愛的圖片 就跑出來了 就是在這邊 真的就是有一張可愛的圖片 就跑出來了 那你只要喜歡的話 可以把它貼在你的臉書上面 剛剛周天老師你做過的一個這種 類激活圖的熱力圖的一個證據 好 那這樣子整個都做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呢 這個電腦呢 它某一個層也就是某個channel 事實上是抓到這個特徵很重要 然後呢 我們剛剛又給那個channel特別大的權重 所以呢 最後我們得到熱力圖 就是這裡會出現了一個看起來數值比較大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呢 我們就可以回答幾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這張圖呢 神經網路會認為它是一個非洲象 其實它就是看到了這邊 然後呢 非洲象的圖像在什麼位置 因為它被貴了非洲象 所以現在是這邊電腦覺得很重要 所以非洲象的位置呢 應該就是在中間這裡 那 書上就告訴你說值得注意的事 你會發現呢 其實這電腦呢 雖然覺得很重要 可是它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地方 就是呢 這個小象的耳朵激活程度很大 所以這或許呢就是 網路覺得它是非洲象 而不是印度象的地方 書上就這麼寫 那我是想說印度象難道 耳朵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非洲象耳朵比較大嗎 或許是這個樣子 所以電腦就看見這個特別大的耳朵 然後呢就有說 我決定把它分成是非洲象 那當然呢 有一些人就 就決定去做實驗了 那這個文件上下也有很多 他說既然呢 電腦覺得這個地方很重要 而且他就是看到這個地方 決定把它變成 決定說這張圖片變成非洲象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呢 把原來的圖片呢 這個地方就改一個像素 改成一個pixel 然後呢再丟進去這個VGG16 看它會預測成什麼 結果呢 就有人做實驗 當然不是對非洲象做實驗 是對其他的圖片做實驗 結果呢他就把某一個pixel就改掉了 改掉之後就發現 哇這電腦呢 就說這張圖片完全屬於另外一種類別 而且正確率還非常非常非常高 那你就會覺得這有點荒謬啊 因為對人類來講 一張圖片假如說只有改變一個像素的數字 你還是會覺得它是原來的圖片啊 你還是會覺得它是一張非洲象 例如說這邊 假如小象呢 的耳朵呢 然後有某個像素 然後可能 變得不一樣 例如說缺塊的話 缺塊耳朵的話 那我們人類還是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洲象的圖片 但是對電腦來講呢 因為他覺得 他看到這個特徵很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他把這個圖片 說它是非洲象的一個重要特徵 結果你把這個重要特徵改掉之後 它可能就會形式翻轉 就會說這整張圖片 再也不是非洲象 所以我們對這種視覺化的東西 真的是很適合 你去改變一個原始圖片的像素的數值 結果它分類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那你就會想說 哇電腦視覺化已經這麼厲害了 結果呢 一個小地方好像就可以讓它整個崩潰掉的感覺 可是人類雖然視覺化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去分 去對兩百萬張的圖片 然後對 去把它分類成一千種 錯誤率另比 那個CNN的模型 現在訓練出來的還要更差 但是呢 我們通常不會說一張圖片的pixel 只改變 我們就說它已經不是非洲象了 所以其實這裡面還是有很多個可以研究的地方 所以這本書整個CNN的部分就真的都講完了 那我覺得寫的是真的非常的精彩 那大家有興趣就再多看幾遍吧 那之後我們就要開始講文本分析了 也就是講RNN的部分 那就繼續看吧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裡